哈喽大家好,我是怪树如家的怪小妹,今天小妹给大家介绍一部笑着笑着就会哭的喜剧电影《我能说》 热血奶奶罗玉芬性格耿直爱打包不平,但却是邻居和政府讨厌的对象,因为她多年来专注于举报社区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违法事件 除了放假,她每天都去新房局,举报事件已经有八千多起了,邻居都觉得她多管闲事,还被周围的人叫做鬼怪奶奶 她开了一家裁缝店,声音很不好,朴明赛因为成绩优异,政府对她进行了晋升,把她调到了综合性房局 调她过来的主要原因是想让她处理社区开发的问题,在她家里还有个在读高中的弟弟 明赛原本是想在国外留学的,但因为家里的原因被迫回国,就考了个公务员养故自己和弟弟 但依附同母的弟弟对她并不领情,鬼怪奶奶的店就刚好在要被处理的社区里 这个社区里都是一些小摊贩,大家都是在挣心股前 开发商为了赶走他们,并叫一些小混混趁下雨天在墙角倒硫酸破坏环境 但这些都被鬼怪奶奶拍到了,鬼怪奶奶拿着一大堆证据来到了新房局 但新房局的组长却不太想搭理她 鬼怪奶奶一把年纪,没有子女也没几个朋友,唯一跟她关系好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便利店的老板,另一个是鬼怪奶奶的老朋友正新奶奶 鬼怪奶奶和正新奶奶一起出来喝下午茶 得知正新奶奶最近学了英语,还能与外国人交流 这样鬼怪奶奶很感兴趣 正新奶奶还请她一起去国外旅游,但她拒绝了 晚上回到家,看到电视上播放着有英语的广告语 奶奶虽然没有儿女,但有个在美国的弟弟 奶奶拨通了弟弟家的电话,但因为语言的原因,奶奶说不出话来 奶奶为了能和弟弟沟通,就报了个英语班 打算好好学英语,但是上课基本都是年轻人 老师的语速也很快,奶奶有点跟不上 即使她有钱交学费,但培训班的管理员不想收她这个学员 她很绝望的打算离开,没想到下楼后就看到了明哉 她看到明哉很流畅的跟外国人交谈,便想让明哉教她 明哉当然是不同意,奶奶就一直缠着她不放 奶奶对她各种骚扰,整天在明哉面前晃来晃去 还对明哉说如果不教她,她就拿一大袋上访信,增加他们的工作量 即使这样,明哉还是不愿意教她 有一次,明哉看到弟弟在奶奶家吃饭 原来是因为奶奶看到弟弟在啃泡面 心疼她,便给她做了一桌饭菜 从那以后,弟弟就经常去奶奶家蹭饭 明哉知道后,对奶奶充满了感激 就主动的对奶奶说,愿意教她英语 奶奶虽然年纪大,但也是很努力 进步还是很大的 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奶奶没有孩子,明哉和弟弟没有家人 在中秋节的时候,三个人就一起吃饭过节 奶奶还把学英语的原因告诉了兄弟俩 学英语是为了和唯一的亲人沟通 明哉帮奶奶打电话 对方却说不要再打过来了 那边不想再跟奶奶有联系 明哉不希望奶奶知道这个真相 就找借口离开了奶奶家 没多久,奶奶得知老友正心奶奶得重病了 她还从正心的助理那得知 正心奶奶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死前的心愿就是想去美国 控诉日军强奸未安妇的罪行 还解释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学英语 为什么邀请奶奶一起去美国 社区将要被拆掉 有店铺被告了,认为是奶奶做的 明哉对此视而不见,还直接告诉奶奶 弟弟已经不想再跟她联系 奶奶听到后直接晕了过去 明哉的弟弟觉得明哉简直是有病 奶奶都对他们这么好了 她还这样做 明哉顿时恍然大悟 她就去找奶奶之前收集的证据 帮其他店铺 鬼怪奶奶也接受了去美国 参加未安妇公证会的邀请 奶奶去参加未安妇公证会的消息 被媒体报告了出去 社区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事 奶奶没想到的是 邻居们既然不歧视她 反而很心疼她 一天晚上,奶奶拿出未安妇的合影给明哉看 奶奶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学好英语 要向全世界公布残忍的真相 奶奶还送给明哉一件西装 对她说,穿上西装就好像有亲人陪在身边一样 明哉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 去面试的时候,也说了 自己除了弟弟之外,还有一位奶奶 奶奶在出席未安妇公证会时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找茬 明哉看到新闻后,就马上去美国 把奶奶之前给她看的合照,暂时给众人看 奶奶被邀请上台时,却说不出话来 这时明哉突然叫了奶奶 奶奶就好像有了力量一样 给大家看了之前她受到的伤害 奶奶希望能够代表受害者得到一句道歉 在休息室里,奶奶见到了自己的弟弟 弟弟在报纸上看到了奶奶的消息 才知道原来这些年她受到了这么多苦 弟弟向姐姐道歉,两姐弟又重归于好了 隐蔽的最后奶奶回到了社区 还是一样爱管闲事 但邻居们却很喜欢她 觉得有奶奶在很开心 奶奶也和明在一起生活了 两人像亲人一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鬼怪奶奶是标准的朝阳区大妈 爱管闲事讨人闲的老奶奶 却没有人知道 她掩藏起来的浑身上下的伤疤 别看她老,她能把英文学好 不是敢潮流 是要准确地到世界各地诉苦 向不知悔改的人属终止 好了,今天的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